有人在高速路邊一根柱子上綁上了這條藍色絲帶 告訴非法移民在哪裡集合就可以被人販子帶走 Refugee的郡警官前往調查 他們啟用無人機搜索周邊地區 但是沒有找到任何可疑之人 Refugee郡的警長Pinky Gonzalez介紹說 他的郡地處墨西哥灣 位於墨西哥邊境和休斯頓之間 距離邊境有7個郡的距離 他說自己的警隊參與打擊非法移民工作多年 但自1月份以來 人口販子和非法移民數量暴漲翻翻 走私販們現在通常將一輛車塞滿20個人 他們走120公斤 走過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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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在那些車子 或在背後撞車 很多人都被傷了 他們沒有視乎人生的視乎 這些人都被添加他們 犯罪團夥讓人們在網上遞交申請 付1000美金便可以將人走私到休斯頓 警長稱休斯頓就像一個運轉中心 非法移民經由此將被轉往美國其他地方 警長最擔心的是人們的安全問題 他覺得對婦女和兒童來說 付美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通過合法途徑 小小孩子 我講的是四、五歲的孩子 他們都在那些群人群 但是媽媽還沒有在那裡 爸爸還沒有在那裡 大兄弟、大姊妹還沒有在那裡 他們在那裡 父母就直接送他們 來來這國家 去生活一個更好的生活 他們在那裡 很多時候我們會找到 他們的手機 我們會找到一個人的手機 警長稱已經透過十花園行動計畫 獲得一些聯邦資助 類似的輔助計畫 目的是為執法機構提供資金 加強邊境安全 然而警長說 實際所需要的資金至少是現有的一倍 他說如果沒有這些聯邦資助 他將一籌莫展 但另一方面 他並不贊同拜登總統處理 墨西哥邊境非法移民的方式 警長說 許多非法移民是重罪犯、強姦犯 他們不知道究竟哪些人在跨越邊境 詳細記錄每一位跨越邊境的人至關重要 就像其他國家都會這樣做 他並不承認這些法律 他並不承認這些法律 我們承認法律 我並不承認法律 但是我們承認法律 很多都是好的法律 這就是總統或其他人都必須做 如果你們不喜歡這些法律 我們就改變這些法律 改變他們 但現在他們還在位置 別忘記這些法律 我們在位置 警長最後再度強調人身安全 他解釋說 人們有權在感到害怕的時候保護自己 但不能一看到有人進入自己的私人領地 就隨便開槍 因為生命寶貴 非法移民也是人 新唐人美國休斯頓記者站報導 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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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